欢迎收看 近集的台湾 我是乌家芬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到台北卢州 看这家生意火红的 Henlawa海鲜餐厅 寻找隐藏宜兰乡间的 古早味农村菜 还有到山里寻觅 台大教授的蜜藏佳肴 在台北卢州 有一间生意火红的海鲜餐厅 老板娘莲淑珍 坚持用最新鲜Henlawa的海鲜 所以总是挤满人潮 面对客人 莲淑珍永远都是开怀大笑 其实她出生28天 就被送给邻居当养女 一路奋斗才有今天的成就 虽然她育有两个孩子 很年轻就当阿嬷了 但15年来 很有爱心的她 分别收养了两个 在墙堡中被遗弃的孩子 其中这位六岁的小妹妹 出生第五天 就被家人丢到他们家 妹妹从小就认定 夫妻俩是亲生爸妈 但这些年 碍于法令规定无法收养 必须得透过第三方的 社福团体另外媒合 让夫妻俩 很挂心小妹妹的未来 鼻头脚的浪像是母爱 进水流声 孩子溺在母亲身上 那是幸福 我爱你 47年前 出生28天的莲淑珍 成了邻居的养女 六年前受小女婴生母所托 收养出生只有五天的孩子 她势如己出 要让小女孩有璀璨的人生 厨房里掌握握勺的师傅 将锅中美味翻来覆去 这道麻油煎东北角鲍鱼 一颗颗鲍鱼比谁跳得高 东北角鲍鱼 东北角鲍鱼 另外招牌 欧妈妈的墨鱼炒饭 米饭粒粒分明炒功一流 欧恩啊 这个取得真的比较麻烦 就麻烦很多市场的朋友 他们在杀那些花枝的时候 把那些墨鱼就收集给我 这间外在新北市 卢州的海鲜餐厅 厨房里大火忙得像是三头六臂 一边炉上熬着蓬派海鲜粥 里头满是花枝 牡蠣 蛤蟆 如波涛席卷而来的海味 还得再加上红巡 采购色香味 一旁的大海虾汆烫完 红艳带鲜 另外可爱的猫猫虫手卷 上头摆上鲑鱼生鱼片 炙烧出诱人美味 每盘菜让客人都大呼惊喜 这墨鱼很好吃 这我们去那边吃 不用得很好吃 吃吃看 几乎是可以说一个礼拜七天 可能会来个五六天 好朋友来啦 那老板娘半斤的牛鱼就走出来了 我上海带朋友来 大家说这牛鱼很好吃 好 没关系 刚才再来半斤 六年级前段伴的莲淑珍 从小出生在鼻头角 也许是海边长大 个性活泼 厚道丁 他跟老公黄俊雄 对食材非常了解 客人都爱找他们配菜 莲淑珍就得像这样子满场飞 帮我把那个龙虾用那个啤酒下去蒸 他要一瓶下去清蒸 帮客人配菜有诀窍 但莲淑珍不用电脑靠人脑 老大人 东西都寄在里面 因为有的人喜欢重鲜 他的鲜里又掉辣 什么掉辣 一点点就要辣 一条辣就一直辣 怎么辣 最佳餐厅的菜呢 好吃 真的好吃 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来呢 是因为他的公关好 外交好 人员好 他们是夫妻两个 就是平手底足的 很用心的在经营名称 这瓦跳跳的龙虾 除了做成美味的生鱼片之外 这里还可以吃到 过真价实的龙虾三明治 里面它是非常新鲜的龙虾 泛着非常爽口的沙拉 还有一些新鲜的食材 吃起来非常的独特跟爽口 做龙虾三明治 一般我们在外面吃都吃蜜蜜肉 而且龙虾三明治 你就给我整只龙虾肉的三明治 对啊 对啊 然后又有饱足感 王爹同家就要不要再回家了 一间餐厅要成功就是要有特色 凌晨老板夫妻俩常会去鸡樓 蓋着 人家搬烙水 鱼翅翅 要买的买得比较辛苦 这都用翅翅的 你看它的色彩 你看 一直用到的 一直用到的 对 有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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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很辣的漁货 店前的水族箱 里头养着龙虾 螃蟹 海螺海虾 为让这些食材保有深萌本色 饲养的海水还特地从鼻头脚运来 那是鼻头脚外在那里 去抽头回来 水更清晰了 所以我们那边的鱼啊 虾 为什么会比较好吃 比较甜 应该是黑水沟的关系吧 话说鼻头脚是台湾东北角海岸的 甲角 形状犹如鼻头而得名 这里可是连熟针的秘密基地 自己亲戚有渔船 只要有好渔 它先知道 我先看虾一个 今天中什么 今天中什么 过了 过了吗 过了吗 我今天在水 都中的 都现中的 中的好像比较近 他的学义这个 这好像比较新环 好像比较多的 黄记 但我都用烤的 烤原味的 因为你东西新鲜 其实不用过多的料 鼻头脚海料鱼货送回店里头 连熟针处理鱼的功夫 没话说 所以小时候就该看一下 对啊 你把鱼撒好会比较 它价钱会比较高 因为我们那边女生 是不受重视的嘛 其实47年前 鼻头脚交通不便 算是偏乡小镇 连熟针生长在重男轻女的年代 还没出生 命运就被父亲给决定了 我们这边人就很可爱啊 我们很重承诺 重承诺就是说 你家没生小孩 我们家生那么多小孩 如果生的是女儿 你就可以抱走了 我就像一杯酒就沉定局了 我妈妈再怎么辛苦 都不想把孩子送人的 她就想说千万不要是女孩 最好是男孩就不用送了 没想到生出来就哪 就女孩子啊 所以28天就来抱走了 她还怕我们后悔 28天就成了隔壁家的养女 虽然两家就在前后面 串门子是日常 但年纪小小的她 总会向自己的妈妈问起 夜经万坛 她会认为说 因为是阿嬷的手套 所以她没有 以前的女人是没有办法做主的 家里的长辈说 生的女儿生这么多的要做什么 她这都饱米饭 就拿了三 我妈常在讲 三个米饭就买一个 送她一个 我不给她收钱 我不给她收钱 但如今莲淑珍早已释怀 她比别人幸运 她说她有柳家乐父母亲 她这我妈 她耳朵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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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很疼她 她耳朵都老响 然后我们家修长大 那是老大 叫老吉他 叫爪吉他 那是爪吉他 做不愿意 做不愿意 这个地球都 不愿意 不愿意 有福气的联淑珍 帮养父母带来了好运 之后一连添了好几名弟妹 几年之后 养父母家经济状况 不如从前 弟弟没钱念书 身为大姐的她 得扛起家中的经济 我生母也跟我說 你回來 姐姐叫我回去 我拋不下 你吃人家的飯 喝人家的水 你能走能動了 你就把頭就走 我覺得這種事我做不來 所以我才去台北 先當女工 連儒貞13歲就到台北打拼 很年輕 結婚生子 後來因緣際會之下 遇到貴人 交夫妻倆 在萬華賣起豬腸冬粉 那是一對兒女 也得跟著父母一起打拼 我是賣豬腸冬粉的 我有時候家就幫忙洗個碗 就站在 小時候還要 站在木板上面 站在上面幫忙洗個碗子 後來會開海鮮餐廳 是剛好對面的店家關了 於是想說比頭角的老家 可以買到便宜的漁貨 所以就在都市 賣起高CP值的海鮮熱炒 大受歡迎 還展鏈到了蘆洲 好 來 上菜 來... 好... 來... 我們沒在怕人吃的 來 盡量吃... 這是雞魚 這是鮭魚 軟絲 好 我覺得有漆 我們就沒辦法在耕朵耕朵 耕朵的東西 我們用最新鮮的方式去呈現它 滿滿海鮮冷盤擺上桌凸顯的氣派 除了海鮮 這邊還有各式熱炒 像這道辣椒雞 更是每桌客人必點 它的食材呢 它一樣炸到很酥 很脆 一口吃在嘴裡的感覺 是非常的甜蜜的感覺 獨門的辣椒雞得用慢火炸快30分鐘 吃起來噴香微辣令人印象深刻 就像客人看連淑貞一樣 認識她的人都知道 在她璀璨的笑容底下有個牽掛 因為她真的是想到沒有辦法了 這個小孩是他們的命 非常非常的疼 小女孩的家庭是不健全的 怕她回去可能會受苦 所以她現在都吃不下 也睡不著 媽媽 我回來了 真的 妳好回來喔 而且老師教什麼 怎麼那麼重啊 我們今天有在ABC的歌 每天下午4點 蓮淑貞的老公都會去幼稚園 接小女兒下課 但其實她是蓮淑貞的養女 雖然蓮淑貞早育有一子一女 兩年前還做了年輕的阿嬤 不缺孩子的她很有愛心 這些年收養了兩名孩子 因為他們在牆寶中 就被父母給遺棄 像這位念高中的男生 已經收養了15年 當年蓮淑貞只是去洗個頭而已 那小女怎麼這麼孤狠啊 就丟來丟去的 那我想說心裡也不幹我的事 一樣看我的雜誌嘛 後來她就說 如果這個老闆娘 讓我現在做小孩很好 很痛的小女孩 我在當紅十字會的志工 我在教身心障礙的小孩子 聽到友善心人隔天男一家人 就把一歲半還在發燒的小孩 給送來 我說你只好不先去尋求 他說就不能尋求啊 因為這個孩子的媽媽 已經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原來後來一查是在監獄裡 那重點這個男生 還不是孩子的爸爸 只是那個女生的男朋友而已 重點那個女生未成年 他還一直扔了 他就走人了 無奈之下夫妻倆透過很多管道 找到了生父母 但他們都不想養 那時候只有一個想法 我家做吃的 孩子絕對餓不死 從出生到一歲三個月 頭髮沒有理過 那個就是毛很長 他很瘦 一看後來摸一摸一看 就是要受虐了 被人家打 夫妻倆很有愛心 決定要撫養他 依照法令辦理收養 而且花了很多錢栽培他 也因為這樣的大愛 讓另一名小女嬰的生母 找上了他們 因為我老三帶得很好 做口碑 他每個都誇我 說你好會帶小孩 他爸爸已經陰暗怒慾了 媽媽也因為即將要怒慾了 所以生下這個孩子之後 他很怕沒有人可以照顧 他之前還有四個孩子 還有孩子在 他沒辦法照顧 所以我才去動其心動念 出生五天小女嬰 就被媽媽遺棄 連淑貞跟先生也彼此糾結 曾經想要送走 但挨不過小妹妹生母的請求 當初社會局說 交出來吧 把小...交給我 他媽不見了 我現在抱這個小孩 他在我家 他媽媽當初交給我們所養 突然間你社會局來給我抱走 他媽出現我怎麼交代 那時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在找到生母之前 他們發現小妹妹 就醫就學的問題 他先生病 然後我們去大醫院 幫他看病的時候 突然間醫生跟我說 你是爸爸媽媽 他叫簽名 我跟我老婆說 這要怎麼辦 健保改是他媽媽拿給我的 他沒有身分 我們又不是他親生的父母 他如果重大疾病 我們怎麼辦 所以夫妻倆因此考慮 再收養小妹妹 但後來才驚覺 民國一百年十一月三十日 修訂的兒哨法第十六條 除了婚姻及血緣關係之外 父母或監護人 無法盡撫養義務 而擬予出養時 因委託收出養機構 每合適當之收養人 無法指定認養 這也是為了避免販賣人口 雖然利益良善 但這樣一來 小妹妹如何接受 她的爸媽變成其他人 不能指定人養 我最記得好像是 他回我一句話 有印象深刻 他既然跟我說 你既然要做愛心 你就不應該區分哪一個小孩 這什麼邏輯啊 我也真想回他 如果你養了一個 養了這麼多年的一個孩子 跟人家對話 你會放心他嗎 我就覺得 他的心理會造成傷害 因為我志祺以前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會怕 到底是這個媽媽真心愛我 是那個媽媽愛我 還是兩個媽媽 基本上都是不愛我 在小妹妹心中 她有很愛她的爸爸媽媽 讓她去上雙語幼稚園 去學很多才藝 還有上鋼琴課 孩子只要受了教育 就會感謝他的人生 這是在我身上 我深刻體會到的 只要你受了教育 你的人生就一定會感謝 尤其是女生 有愛我嗎 有 我聽到大海的聲音了 跟著夫妻倆一起生活六年 小妹妹一時無缺 甚至比其他同齡小孩來得優渥 連淑貞 夫妻倆 他們也曾上法院要公證 但總是被駁回 讓夫妻倆很挫折 她媽媽她的法律上的爸爸 所有我們的簽名 什麼文件什麼健康檢查 財產證明 法官面前都講好講好了 都OK了 她還是一句話說 這個我們一樣給你駁回 因為這個照政府的規定 就是要第三機構 他行個文 他說OK了 我們才可以判 法律上全部都不行的話 但我至少要要求到說 讓他把國小畢業吧 至少要知道回家的路 當他受委屈了 當他想要一個依靠的時候 他隨時都可以回來 因為他是自己有自己房間的人 蝶淑貞對收養的小女兒 充滿了母愛 雖然她沒懷胎十月 但這份情比血緣還要輕 鼻頭腳的女兒 鼻頭腳的養女 這份親奇是不能割捨的 她就是我的女兒 應該就是說她就是我的女兒吧 牠們